11月22日是日本的感謝寵物節 所以今天我帶了我家的貴婦回來 她是森馬 你不要看她這麼可愛 其實她是男生來的 雖然龍媽經常說我是死港鞋 但我在她面前 我是一個慈婦來的 寵物是我們親密的同伴 亦是我們的親人 寵物帶給我們很多歡樂 更加可以改善我們健康 提升生活滿意度 2012年巴克教授 在工作場所健康管理國際期刊的研究報告指出 員工在工作時 有寵物陪伴 有助增加員工的工作滿意度 從而減低工作帶來的壓力 近年美國、日本、台灣等國家 實行帶寵物上班日 有寵物陪伴 很不說 我會告訴別人 狗都不管我 我會告訴別人 狗都不管我 寵物和人類的互動 會令人類的身體健康 會有極正面的幫助 所以作為我們寵物主人的你和我 要好好感謝你身邊的寵物 如果不是牠們陪伴 我們每天都不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 你看牠 牠在做什麼 走吧 牠不喜歡你 是不是 走吧 我們走吧 除了感謝寵物 也應該借著今天 提醒大家重視動物的福利 照顧寵物是一輩子的事 不要貪一時的過癮 要做一個有責任的主人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寵物日 去愛惜你的寵物 去照顧好你的寵物 不就是今天 莫待你在寵物人 人亦能寵物你 何故 明視 你開心 感謝寵物日 你會怎樣感謝你的寵物 我會感謝牠每天都陪我 好 先叫我起床 所以我也不會起床 不知道